有福音乐 刚才讲了《中南别业》 下面还有两首我们要去对比一下 我说它是有佛礼的 有悟道这种效果的 不是一首诗这么去写的 很多诗都在写这个过程 你比如说这个竹礼馆 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它细细地读出来 有没有把里面的道理给读出来 读作幽黄里弹琴复长笑 身临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前面三句都在写什么 就是刚才说的穷 困境了 什么是困境 就是他非常的孤独 空寂 你看他独作幽黄里 一个人坐在很幽静的 也就是深山里面 那个竹林里面 第二句弹琴复长笑 这叫什么 这叫缠造林玉镜 鸟鸣山更幽 通过这种声音把它造出来 显示环境极其的安静 而且只有他一个人 弹琴复长笑 然后还得再强调一遍 身临人不知 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读作 没有人知道我在弹琴复长笑 但是呢 明月来相照 所以明月在这里是一个温暖的 饱满的 把生命整个又照亮的一个角色 在这样一个孤寂空寂的境界里 突然有一个明月过来把它照亮了 这仍然是行道却以穷处作看云启示 在下面这个陆寨 空山就读过吧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鱼想 反景 就是阳光了 入森林复照青台上 这大家有没有读出来 青台一般是 什么地方涨 阴暗 潮湿 大太阳晒的底下 不可能有青台 是吧 天天烈日下 暴晒不可能有青台 所以这一句 你要知道前面 三句 仍然是在铺垫 这里面是非常 幽暗 幽深的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鱼想 反景入森林 是在森林里面 但是这里有一个奇异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奇异的效果 就这个反景 也就是夕阳了 斜照 正好照在这个青台上 也就是在一个特定的角度 这个斜阳才能照到这个青台上 一般是照不到的 它是一个幽暗的角落 所以这个云南有个景点 就是玉龙雪山上 有一个很 据说很浪漫 其实很矫情的一个 很矫情的一个点 叫一米阳光 就是雪山上有一个山峰里 是吧 正好有一个 在特定的时候 就特定的季节 特定的时候 会有一个阳光照在一块石头上 这个石头上有一米的距离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被它照到了 你们的爱情就怎么样怎么样 非常的恒久 是吧 同样的道理 这个也是一样的意思 只有在一个特定的角度 这个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 从山间的缝隙里照过来 正好照在这个青台上 而青台往往是幽暗 昏暗的环境中去生长的 这三首诗三个句子 都在说一个问题 生命往往是在枯稿中迎来了盛开 对禅宗对这个体悟生命 体悟真理的过程 有一个小故事 叫建山三阶段 有一个老僧描述自己一辈子的 这个悟道的过程 说老僧最开始是 建山是山 建水是水 看见山就是山 看见水就是水 第二个阶段呢 叫建山不是山 建水不是水 最后一阶段是 建山只是山 建水只是水 这三个阶段 其实意味着 佛教世界观的三个层面 这三个层面不能分作步骤 这是他的一个描述了 第一个层面 或第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俗人阶段 是吧 你看到建山 说这个山 建到水是水 你看不到它背后的本质 第二个阶段就是 我看到了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为什么说不是山不是水 难道是把山看成了水 把水看成了山吗 他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四大皆空 看到所有的现象背后 它的本质是空的 第三个阶段是什么 就佛教说的 本质是空的 要真空而假有 我并不是因为 我看到了本质 我就否定它现象的美好 它现象也是存在的 只不过这种存在是非常不扎实的 不真实的 但是它仍然在那存在 就真空假有 也就意味着我们看世界 既要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 很多东西是真的是空的 按照我们通常说 很多名啊 利啊 公民 除这些以外 四大 是吧 世界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身体 可能都是背后都是空的 就是无常的 但是你不能因为看到了本质 你就否定现象界的美好 所以最后说 只是山只是谁 就是我既看到它 山 只是山就只是山的那个现象 我既要看它的本质 我也看到它的现象 所以山在我的面前 它既能呈现出它的本质 它也不会抹杀它的现象 所以你要知道 佛家和道家有两个词 是完全不一样 本质的区别 就是空和无 无就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一开始佛教翻译过来的时候 在这个上面纠结了很久 空这个概念中国人没有 中国人就是说有或者没有 从道到生一 一个一个生出去 一开始是没有的 从道到一这有过程 但是它没有一个状态叫空 于是翻译的时候 就很多人在琢磨 什么是无 什么是空 后来就决定了用这个空字 去区分空和无 无是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说 你看世界一片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 什么都没有 但是空是什么 就我说的真空而假有 所以一个真正的悟道的僧人 他不是生命枯搞了 看什么东西都是觉得虚妄的 虚无的 不是这样 反倒他能激起内心的一种真正的理性 真正强大的心理的能量 这就是真空而假有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 他从见山是山 到见山不是山 到见山只是山 他完成了他悟道的过程 而王维也是如此 在身临人不知 在空山不见人 在这个行道水穷处的时候 这就是什么 见山不是山的时候 看什么都空了 这个时候不是生命的最高的境界 生命的最高境界是 既要看到本质 也要看到现象的美好 不能因此而否定比 也不能因比而否定此 这个我觉得说生了 可能对大家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对普通的 我们日常的生活 还是很有启发的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物 就读书 尤其读哲学类的书 是吧 读到一定的时候 这个人就变得很可恶 很不亲切 很不人性 这个时候 这就把读书读空了 是吧 就把你的 或者按照那个马克思说 你被书所误化了 是吧 就像那个卓威林的电影里面 一个工人被他的螺丝给误化了 做什么动作都变成一个机械 人变成了机器 那么我们读书也一样 是我们读书 不是书读我们 不是书控制我们 所以我们读书的过程中 你要知道 你要保留探求真理的方式 但也不要忘了回头看一眼 是吧 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人 就是因为他觉得所有的真理都在书里面 他不肯回头看一眼 也就像王维这里说 他一直行到水穷处去钻研去追究 去思考世界真理 整天搞得自己疯疯癫癫癫 但是他没有回头看一眼 他所否定的那个好像很浅薄的世界 其实是非常的饱满和美好的 所以你要知道 犹太人说一句话叫 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 为什么要这么说 就很可能我们所有人所思考的真理 都是在绕圈圈 真理也许最后就非常朴素 不仅是真理 艺术也是如此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大诗人 才华 卓绝 磁彩 绚烂 这些诗人为什么都那么喜欢陶渊明 那么质朴的东西 采取东西下 又南建南山 为什么感动那么多诗人 就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 我绚烂了一辈子 回到最后我会觉得 可能最质朴的是最高级的 也是最难把握的 所以我们不仅是文学如此 艺术上也是如此 很多的著名的钢琴家 包括我们现在去看 现在世界上一个著名的钢琴 比如朗朗 你看朗朗弹的 现在他还是一个 按照这个阶段来说 是一个见山不是山的阶段 他是一个要穷追猛打 穷尽一切的音符 穷尽一切庞大的邪斗曲 这样一种方式 他很少让朗朗去弹很简单 他自己可能也不大愿意去弹 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些 这样一些音乐了 但是很多大钢琴家 等到他晚年的时候 老的时候 他可能就不再弹肖邦了 不再弹拉赫玛尼洛夫 不再弹柴可夫斯基 他开始弹莫扎特 弹海顿 弹巴赫 这样一些人了 就走到一个很质朴的 但质朴里面 其实蕴含着大真理和大智慧 所以这个虽然是 王维在说这个佛教的问题 在说这个悟道的过程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很丰富的启迪 在困境中你再坚持一把 就到了这个盛看的时候 还有就是我们看世界 看生命 不要被自己的知识所累了 其实佛教为什么强调 四大皆空 他是经过很深的这种思考 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但是不能因为你的思考的深刻 而否定了这个世界的美好 有时候深刻和浅薄 都只是相对而言的 他们是互相转化的 他们是没有定理可言的 当你觉得你把握真理的时候 也许上面上帝在发笑 所以我就提示我们 怎样去在一个中和 是吧 即渊博今生 同时又中和的这样一个心态中 去掌握知识 去探索真理 好 这是王维的这几句诗 下面再看一个《游山西村》 这个我刚才也提到过 也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句子 山重水赋 一乌路 柳暗花明 又一村 这里同样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这么好的句子 是路由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吗 也不是 我们看一下 名句的形成史 这个不用抄了 你感受一下就好 王维就有这样一个句子 摇碍云木秀 初一路不同 安之轻流转 忽与前山通 是吧 这个意思已经很模糊的 有点出来了 再往下 卢伦 暗入无山路 兴知有花处 再往下 花落 寻无境 鸡鸣 绝有村 这三个 吃 都是唐食 唐人已经开始在揣摩这样的一个意思 是吧 就在那个旅途中 行程中 经常有种困惑 感觉没什么路可走了 突然呢 就会感到 就是看到希望 看到出路 这样一种旅途中 尤其是走山路 水路的时候 常见的一种感觉 再往下 三首是宋载的诗 前面两个 北宋 后面路由是南宋 这段路诗 等于说 把前面的意思 更加的提炼了 有些已经 把路由的那个诗 呼之欲出了 比如这个 《清波达志》里面 载的这个 远山初见 一无路 趋近徐行 见游村 这个意思表达的 已经比唐代人 更加清晰了 是吧 感觉已无路 但是 沿着那个 曲曲弯弯的小径 就能看到村庄 王安石也有一句 青山缭绕 已无路 上面走山路 底下是走水路 忽见千帆 隐隐来 被这个山遮住了 一转一个弯过去 马上发现 前面有那么多 朋友 那么多商旅客船 再到路由自己 路由自己 有这么一句 细节是西村 高桥 高柳促桥 出转马 树家临水 自成村 把这些句子 读完之后 你会发现 路由这个诗 不仅是他 揣摩之前 所有的诗 同时 他自己也在琢磨 这个意思 怎么去表达 更加的完美 最后他提炼出来是 山崇水赴 一无路 柳暗花明 又一村 他把一无路 和又一村 其实没有什么创建 跟前面这意思都一样 他就是加强了一种对比性 前面都是平铺之序 路由这个句子的好处 就在于他强调这个对比性 是山崇水赴 就是水穷处了 突然怎么样 柳暗花明 突然一下这种春光明媚的情景 一下出来了 花花绿绿 情景一下就涌入眼帘了 所以他是把这种感觉 用更精炼的清晰的意思 把它表达出来 同时加入了一些重要的修饰 把它对比 对比得更鲜明了 就把之前那种困境 找不到路 山崇又水赴 突然就柳暗又花明 所以这样一种对比下 是吧 就比前面这些诗抽象的更加的清晰 更加的这个有诗的味道了 所以我们现在记住了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没有读过前面这些诗 其实说的都一个意思 但是只有路由这个成了名剧了 这就是名剧形成的一个历史 不仅是他自己在琢磨这个句子 怎么去把它写好 是吧 他也自己也写过 那高桥柳簿出转马 书家令人继续成村 这跟那句相比 最大的问题 他不清晰 他没有把这个一无路又一村 这个对比的弄出来 同时他不仅是自己琢磨 他要琢磨前面人 唐人怎么写的 宋人怎么写的 于是 最后出来这么一个句子 你要知道古人真的是万卷书 我们现在其实人类 有的人说人类的智商 现在达到一个顶峰 马上就要走下坡路了 因为我们太依赖于外在的科技了 就比如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记忆力 我们的记忆力会越来越差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 可能你们刚刚高考完 还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时候 是吧 你在经过一年大学生活的这种陶冶 很快你就什么都忘了 已经忘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 古人为什么 你想想古人为什么能背那么多东西 是吧 他能够 首先 这个到明代时候 黄身借书说里面还说 是吧 这个书非借不能读业 很多人他很穷 他们家里没有书 所以古代的藏书家是很伟大的 很少有人能有那么多藏书 得很有钱 甚至是做官 甚至还得在文化界有很大影响 别人才愿意把这些古本善本的线索提供给你 所以书在古代是很难 所以很多人就抄书 你看苏氏早年也是比较穷 所以他把汉书抄了两遍 你看汉书现在都十几本了 他人毛笔 把他抄了两遍 所以很多的记忆为什么把他抄啊 他抄一抄都记下来了 路由苏氏这些人对前代的典籍是几乎就背下来了 咱们来说什么十三经什么史书都是非常熟的 所以随手都可以拿来用 包括前人这些诗句都是如此 古人被分教的经历太少了 他如果不做官的话 无非就是两个途径 一个做官一个就读书或者学习或者引试 那么很多的诗人 除了做官上的一些琐事之外 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了 然后读完之后就写 写完之后就编辑出版 就做这些事情 拿下我们现在是吧 稍微一点精力发个微信 然后就时间 我有时候跟我们一个同事就聊这个事情 就自从装了微信之后 很多时间就读书时间被微信给分割掉了 所以大家想想 孔子骂一个人 宰鱼 昼秦 雄木不可刁眼 为什么 古人学识时间多金贵 因为他到了晚上 到了晚上就没法读书了 灯本来就很暗 很多人还埋不起灯 埋不起油 所以到了晚上 天睡我睡 天醒我醒 所以天都醒了 晾了 很短暂的白天的时间 古人一般也都吃两顿饭 这个省下大量的时间能够去读书 那么最后 你还在这样一个大好时间去骤寝 所以是不可原谅的 现在我们骤寝仿佛是一种养生 因为我们可以有无限的 漫漫长夜可以去熬 是吧 可以去刷 古人不行 所以就是 这些作品 这些点击 这些文献 都深深地印在路由的脑海里 所以我们要看 古代诗人去写诗 要看到之前哪些人写过 之后有哪些人 对他的影响 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春色满园 关不住 一只红杏 出墙来 是吧 这感觉 你曾经这一段 这句话也是一个神 叫什么呢 神剧吧 还叫什么 就是所有的诗都可以接上 一只红杏出墙来 比如说洛阳亲友 如相问 是吧 一只红杏出墙来 现在好像变了别的了吧 对吧 感觉自己萌萌的是吧 什么东西都变成这个 有一只红杏出墙来 这么一个著名的句子 它是怎么出来的呢 是吧 不是红杏怎么出来的 是吧 是一个句子怎么出来的 同样道理 我们看唐代开始 温婷云 瑶瑶阁春日午 出墙何处隔珠门 注意他的题目叫杏花 这是用杏花的 也就是 这个感觉 这个意境已经出来了 就是 是吧 墙里面有花园 花园有一只红杏出来了 然后吴隆 也是晚常的诗人 图中见杏花 两手 一个是图中见杏花 一个是杏花 叫一只红杏出墙头 这句子都出来了 墙外行人 镇独仇 还有独照影时 灵水盼 罪寒情出 出墙头 唐人已经觉得 杏花怎么看才好 就是一只红杏出墙头 就得这么看 红杏出墙才是美好的 才是漂亮的 是吧 最近不是离婚的很多吗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 一只红杏出墙 红杏出墙这个异象 在唐人这儿 已经把它琢磨得很美了 也就是说 大家都会觉得杏花这种花 杏花的那个枝比较长 花朵比较秀气 所以你要知道 就像我们之前说官居一样 是吧 什么样的女子 就需要什么乐器去追 那么什么样的花 就需要什么样的背景去看 像牡丹花怎么看 牡丹花必须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看 因为它每一个都很大的 跟人头一样 是富丽堂皇 国色天香 所以牡丹花你弄一个 孤孤单单一只放在放着 是很不美的 所以洛阳一到这个四月 四月中旬那时候 满城都是牡丹 那都是牡丹园 一大片过去全是牡丹 如这个云彩一样的 这是看牡丹 那么看那个 比如说看梅花怎么看 有一句著名的诗叫书影 林夫的 林布的这个宋代书人 诗人林布的 书影横斜 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你要想梅花要这么看 是吧 要在月光下 因为它的香气很淡 淡淡的月色下 在清清的水边 它既不能是长江大河 旁边冲着一个梅花 那个很惨 它也不能是一片全是梅花 这看着也是肾的花 也不好看 梅花就得像那构图一样 像那国画一样 是吧 就是横斜水清浅 这样时候才是好的梅花 同样 杏花它跟梅花又不同了 是吧 它适合呢 单一支出来 在墙头上搭配着 就像我们画画一样 这样看最好看 所以唐人已经发现 杏花就得出墙 它不出墙 它不好看 于是 再往下 我们再往下看 李建勋也是唐人 然后是陆游 因为这个叶绍翁啊 就一支红杏出墙来 这个作者是南宋墨 到了南宋中期的路由的诗里 写得更加的明显了 平桥小墨雨出收 但日穿云 催爱福 杨柳不遮春色段 一支红杏出墙头 大家有没有发现 唐代人写一支红杏出墙头 他强调的只是红杏出墙 这样一个意境或者意象 这样一幅画面 路由叫你没有发现 他增添了一点新的思考 叫杨柳不遮春色段 一支红杏出墙头 也就是说 他是通过这支红杏 去揣测园子里的春色 生命是一指不住的 关不住的 所以这个时候 叶绍翁那个意思 已经比较完整了 唐人只强调后者 一支红杏出墙头 春色满园 他没有考虑到 现在路由觉得 要想哄托出这支红杏的美 除了给这个画面 还得给什么 给一种想象 就有这么好的一支红杏 那里面得春色得多美 所以杨柳不遮春色段 一支红杏出墙头 下面这个偶提也是宋代 南宋人 谁家吃管静萧萧 邪以诸门不敢敲 一段好春藏不尽 藏不住了 粉墙邪路信花烧 所以这两句 已经把这个意思变得完整了 但是无论是唐人还是宋人 都最终没有 这些句子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都没有流传开来 为什么 第一我们从意思的完整性上来看 叶绍翁对权 陆游也权了 张郎晨也权了 但是叶绍翁比这两个句子 更好的地方是什么 他有一个精彩的字眼 叫观 春色满园 观不住 大家可以对比这几个字 一个是遮 一个是藏 一个是观 这两个 这三个词放一起 哪个字更好 观是一种 感觉是一种封闭 不想给人看 那么藏和这个遮 是没有那么强的一种压抑感 是吧 所以叶绍翁 为什么这个诗有名 就让你觉得 他在这个写这个美景中 他暗含的一种情感 甚至暗含的一种哲理 春天或者生命 一种渴求 你是按纳不住的 不是用来藏的 也不是用来遮的 更是关不住的 所以春色满园 关不住 这个关子是整个这两句的 最有神采的地方 所以仿佛是这个红杏 它不是 其实红杏很容易出墙 但他刻意要把它理解成 是整个花园里面 全是盛开的鲜花 实在是关不住了 终于有一枝冒出来 溢出来了 这样就给人留下一个 非常充分的想象的空间 所以这个诗题目 叫由缘不值 注意了吗 就没有看到 它其实没有进到 这个花园里面 所以纯粹留给我们 无尽的想象 透过这一枝杏花 去想象满园的春色 所以这个句子好就好在这 所以你得隐身对比 你不对比就不知道 这个意思什么时候出来的 那么它为什么写的 比之前的人写的好 比这个藏写的好 比这个遮写的好 同时比单单只写 一枝红杏出墙头 这个画面也要好 都在这里了 这是第二种方法 隐身对比 第三种我们要讲一个 这个我们简单讲 因为这个方法 相对用起来 更加的困难一些 就是需要你去结合 丰富的历史背景 去探讨 叫诗史护证 也就是说 诗歌和历史相互的参照 我们还是讲一首李白的诗 《早发白地称》 《早发白地称》这个很熟悉了 不用讲了 是吧 这个要再不知道 你就退学吧 肯定知道 这首我们要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勇王李林的这个事件 就这首诗什么时候写的 就是《早发白地称》 是李白晚年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这个勇王李林 他这个擅自的动用他的军队 就安史之乱爆发之后 就势如破竹 长安洛阳都被破了 是吧 然后唐玄东 唐玄东心里多凄惨 国破 老婆又被绞死 又被上吊上死了 是吧 所以他就心里非常的 根本就无心国事了 所以很快就传给他的儿子 唐玄东了 唐玄东上来之后 他马上这个 实行了一个措施 就是分这个区域 就像我们现在说 分这个军区 南京军区 成都军区似的 马上把全国分成几个区域 每个区域有一个王 就是他的兄弟 去负责 就每个人控制一块 去对这个安史 这个叛军 形成一种遏制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 这个他只是一种 权力的分配 很多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很多的王 他是不出格的 就没有从这个 宫阁里出去 也就是他是遥库 只有这个勇王李玲 他是真正的在外面 带兵打仗的 但勇王李玲 当时就犯了一个错误 他也是个野心家 但是是一个 质大财数的人 他纠结了一批人 包括李白 觉得他文采好 把他抓过来 给我写这个 所以李白到勇王帐下 还写了很多的 赞颂他的诗 勇王东巡歌 去赞美他 写了十七首 这些诗也就后来 成为他的罪证了 赞美他去东巡 就往东边去打 他是在湖北 然后往长江的下游去打 他本来的出兵的目的是说 我要去阻击叛军 但是问题在这里 一个刚上任的皇帝 是最敏感的 我刚刚给你下了 做了规定 你只能负责你这一块 你只能负责你这一块 一方面是 各司其职 能够尽快地 遏制这个叛军 另一方面他也怕 怕这种作乱之中 形成新的这种势力 他刚刚登台了 他心里不踏实 所以勇王李玲 就在这时候犯了大忌 他说我是遗失东镇 我是往东边去打这叛军 但是界限已经给你画得很清楚 他就跑到别的王的领地去了 于是 这个速冬就下令去阻击他 甚至阻击的人里面 有李白年轻时候的好朋友 有高氏 然后李玲是一个 刚才我说是个质打财数的人 很快就被覆灭了 覆灭之后 他手上这批人 包括李白在内 那就抓起来了 李白差点被杀掉 后来很多人去救他 包括他后来的 是第四任老婆吧 他一共娶过去 有四个老婆 但这个四个老婆可能 中间还有一些是同居关系 不是婚姻关系 李白是比较风流的 不负责任的 所以李白的夫人 还有他的一些朋友 赏识他的一些人 去营救他 最后就没有把他弄死 就给他留发 刘凤在哪呢 就是他之前写过一首 送王昌林的 随风之道夜郎戏 于是他就 你看夜郎在西边 在西南 倒霉是在湖北的东边 长江相对是中下游这块 于是他就顺着长江往上走 他不要流放 你要知道流放 为什么心里苦 第一他流放 第二 唐代的流放 后来可能更严格 流放是有期限的 我规定你三个月之内 你就得去 要不你流放就变成游览了 就变成玩耍了 不能就让你自由去走 得给你规定时间 所以流放路途中 通常走都很辛苦 赶紧走 心里又苦 本来就是死里逃生 就觉得自己人生 已经全部覆灭了 还差点死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顺着长江 还是逆流而行 还遇见了三峡 所以你想想 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们看一首诗 叫上三峡 这个白地情就在三峡 那个口那 这口那是最湍急的地方 我们刚刚学过地理 是吧 三峡不就是我们中国的 第二级阶梯 是吧 第一阶梯 叫上第二级阶梯 往上降的时候 那地方是最 水流最湍急的时候 所以他逆流而上 遇见了这样残酷的 这种自然环境 心里呢 当然是更加凄惨 所以他写了这么一首 叫上三峡 我们读之有诗 再回过去一读 找话白地成 你就恍然大悟了 你看他怎么写的 乌山夹青天 八山流若兹 八水流若兹 八水忽可尽 青天无道时 他觉得他的流放地 就像一个青天一样 走走走 走是到不了 为什么呢 下面说 三昭上黄牛 三目形态之 三昭又三目 不绝并成素 黄牛是这个 就这个峡口 峡口有一个乱礁 乱礁可能这个当地人 就把它称作叫黄牛礁 有一块礁石 这块礁石 当地就有名歌 在《水晶珠》里也有记载 叫三昭三目 黄牛如故 就是你从这溺水行舟 你走了三天三夜 往回一看 那东西还在哪 就说明你走得太慢了 李白是怎么样的感觉 觉得走了三天三夜 还是走不过去 最后呢 不绝并成思 就他心情已经低落到一个极致了 本来就是流放的过程中 人生已经绝望了 这个时候 突然他得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大赦天下 所有这些罪人都可以宽恕了 也就是不用再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往回一看 写的这首早话百里程 刚刚那么辛苦上来 就像你们军训一样 大家有 我类比一下 李白是走了很远 又很辛苦 逆流而上 突然告诉你 你可以不用逆流而上 你可以顺着滑下去了 本来你是欠夫 现在你是激流涌进 游乐场你就下去了 所以他心情就如此的欢快 就像我举个例子 就像你们如果军训被惩罚了 是吧 那你做 比如说做你做五十个俯卧撑 如果说对方告诉你 你做到第五个的时候 他告诉你 好了不用做了 你心里可能觉得也没什么 是吧 因为我就做了五个 但你当你做到第四十个的时候 你觉得你实在是撑不下去 我要死了 这个时候告诉你 好可以停止了 这时候你就心情就好了很多 这就是李白当时的心境 他已经走了很远的路 而且走得这么辛苦 全是逆流而上 三朝三暮 黄牛如骨 这时候告诉你 别走了 往下滑吧 于是他的心情就是千里将临 一日还 两岸原生 停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所以这时候李白就飘飘欲仙了 他又飞起来了 因为他上来的时候太辛苦了 你把这个过程把它复原出来 你才知道这首诗 为什么强调自己那么快 它不仅是我们泛泛的说 李白因为心情好 热爱大好河山 是吧 没那么虚的东西 要把它坐实了 他是在这样的心境下 刚刚经历这样一段水路的历程 然后往下冲过去 所以这首诗 你要回到它的历史的情境中去 回到李白的人生中去 才能真正读出 他中间这种 为什么写得如此轻快 整个这首诗就在写一个字 就快 什么都是快的 还有第二首 第二首就是我借用 陈英学先生一些研究的成果了 就对这个原整这个人的评价 这首应该也很熟悉吧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许次的花丛揽回故 半元修道半元君 那么这首我简单的说一下 还有还有几首跟这个 就是感觉差不多的 都是那种刻骨铭心之感 是吧 绝来八九年不像花回故 这也是原整的这个诗 还有原整的浅背怀 维将终业长开眼 报答平生未斩媚 原整的当时被称作原才子 这些诗 按陈英学先生的分析 全是假的 包括他的震撼古今的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都是因为他的文词太好了 他根本就没有真心实感 这里这个后面有一段分析 非常的这个这个精确 刚才说的两个人物 一个是韦氏 一个是双文 双文呢 其实就是盈盈传里面那个盈盈 盈盈传其实写的是 原整真实的一种 轻薄抛弃别人的一个经历 他先取了这么寒族的这个双文 然后又取了这个 这个韦氏是大族 韦氏是他的第二个妻子 抛弃双文 那个取这个韦氏 所以这个 这些诗里面 也就是说每一个女人去世 会离开她 是吧 她都非常的痛苦 痛苦至于觉得是沧海 曾经沧海难为水 但是对于原整而言 她一辈子的沧海太多了 所以陈英雀先生说他 分析他的心理 说未知就原整 年五十以明经着地 而其后 这个不说了 正如其 其后复举至科者 乃改正其 由明经出身之途 明经就是 唐代最火的专业 就是科目是晋士 很多著名的诗人 都是考晋士 明经就是侧重于经典了 晋士主要是以这个诗歌 师父的创作为主 所以明经呢 在唐代人是不大重视 不像宋代人那么重视经典 他更重视文采 所以一开始被人看不起 后来又改成了一个考别的 就像他一开始 正如其 弃寒族之双文 其实就是银银转之银银 而昏高门之伟士 就是这个贵族 大家的这个归秀 于世于婚 皆不但改者也 以增高其政治社会 去地位者也 这都是他的一种 增高他的途径 于是 后面有很多具体的分析 韦氏王后不过二年 为之以纳妾矣 也就是说 抛弃了双文 他写了一个 是吧 这个曾经沧海 或者还有别的很多 什么那个 那个孟游春也是写的 阴阴传也是写的这个双文 仿佛对这个 这第一个 女人非常的在乎 非常的刻骨铭心 但很快呢 他就娶了第二个妻子 第二妻子死之后呢 不过两年 他又纳了个妾 所以他本人与 韦氏情感之关系 绝不似其自言之 永久度质 可以推之 再往下看 唐代德县之事 山东旧族之失礼尚在 士大夫社会理法之观念仁存 此刻竟是放荡风流之行动 尚未 由未为一般舆论所容许 如后来唐遗宗 唐西宗之事 所以这个袁枕 在经络之 不肃花丛 则实为之 是其自夸手礼多情之余 亦不可信 他的很多的 说自己半缘修道半缘君 是吧 仿佛自己是既多情又手礼 这都是不可信的话 这是这个 有兴趣啊 大家可以看看陈先生的很多 他是历史学家 但他研究古典文学 也是非常的著名 一个是这个 袁白石见证稿 还有他的论文集里面 也有很多研究 这个文学的 其中还有一篇文章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叫桃花元祭旁正 桃花元祭旁正 我相信 每位都读过 桃花元祭吧 我相信所有人都觉得 桃花元祭写了什么 写了一个理想国 对不对 写了一个理想国 还有别的意见吗 但是经过陈先生的考证 桃花元不是理想国 是真实的情境 他考证出当时 这个东晋 东晋不是被这个 北边就五湖乱华 西晋五湖乱华之后 把他赶到这个东晋 那个南边来了嘛 东晋的有一些人民 和一些大族家族 滞留在中原地区 尤其是黄河流域 这些人呢 就是怎么去 因为他们已经回不去了 回不到南方去了 然后那个北方呢 总是盼望来收复 也收复不了 像流域 这个东晋 末年的大将流域 后来建立了这个 刘宋 宋朝 流域呢 还曾经北伐 甚至一度统一了 收复了一个长安 这只是一度 但很快大家都知道 后来都是南北朝 南朝从来没有统一过北方 所以这些滞留在北方的 汉族的人 他们很多人就是 以这样 以家族为单位 聚集在一些被称作 瑶宝 就是瑶洞那个瑶 堡垒的堡 有点像西方那种 中世纪的城堡一样 这个堡呢 通常是在什么地方 有一些基本条件 得是一手难攻的 他经常选择的是一些 山顶的平原 这些平原通常都是有水源的 有一手难攻的 也是很难去 比较优胜 很难去寻找的 可以自给自足 但是又能逃避战乱 有兴趣可以翻一翻这篇文章 对我们也很有启迪 就是我们看文学 有时候看太虚了 需要结合历史去看 甚至陈先生 就考证出这个陶渊明 为什么知道 黄河流有这样一些事情 他跟刘宇 当时北征的时候 一些军官是有往来的 很可能从这些往来 书信往来中 听到了当时北方的一些 滞留在北方的一些民众 他们的生活 然后寄托他的优思 寄托到里面 写了这个《陶华元记》 它是有原型的 就像我们探讨《红楼梦》一样 喜欢说背后有什么样 什么样的原型 但《红楼梦》很多东西都猜测 这篇《陶华元记》旁证 它是有扎实的历史证据的 非常扎实 几乎可以肯定 《陶华元记》一定是有一个原型 它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一个理想国 它说的这个顺着水源走 是吧 到水源近处 然后有一个山洞进去 进去里面土地皆平旷 是吧 都是山顶的 就是山里的那种平原 然后里面都是 很安定的生活 什么叫 它甚至考证出什么 就是乃不知有境 乃不知有汉 无论未尽 而且是为什么 要逃到这个 这个陶华元里面来 是因为避这个秦乱 是吧 秦始皇乱了之后 他们就躲在这儿 所以不知道有汉 秦代以后的事情都不知道了 于是陈英学先生说 这是陶渊明故意的一个影射 他说的秦不是秦始皇的秦 是福尖那个秦 就是那个姚秦 就是福秦 福秦 那个秦 所以这篇文章里面 很多东西都在影射 当时的现实 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这篇文章 我们不一定完全盘着 接受它的结论 但是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真的把一些 文学东西给它复原出来 可能会比我们 虚头八脑的去看 可能更真实一些 下面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提西林壁 西林壁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种感觉 觉得苏氏是个猴 横看成岭坐成风 侧成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 是吧 你会觉得苏氏是不是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猴 跳来跳去 我左看看右看看 前看看后看看 我看不准 为什么呢 是因为不是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慈善中 但其实我们回到 当时的记载中去 当事人对庐山的地理地貌 认识得很清楚 唐宋的 就是唐代的一个文献里面 记载的对庐山的认识 叫庐山七岭 共会于东 合而成风 所以所谓的横看成岭 侧成风 不是他左看看右看看 他写的是庐山的山势 真是如此 他真的是横看成岭 侧成风的 他是七条岭 共会于东 所以从东边看 它是一个风 从平行的去看 是七条山岭 蔓延 所以阴之东坡 横看成岭 侧成风之举 有自来 这也是一个 这就不是 这是广义的历史了 就是从地理 地理角度去看这个史 最后有一个小问题 风桥夜薄 月楼无其 霜满天 江峰雨火 对抽棉 孤独成为寒山 死的夜半中 真到客船 这里就 宋大人就开始考证 这些没有问题 为什么半夜会有钟声 是吧 我们知道有成语 叫木骨成钟 早上和晚上 他是用来寺庙里去祭食 有早课 有晚课 他去计时 去提醒 有木骨 有陈钟 为什么半夜里敲钟 于是 这个 就我的查证 已经找出十几条材料 去探讨 这半夜中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的人说是 贪求好聚 理由不通 也都说 故意说的半夜中 的意象很美 其实没这回事 就是欧阳秀的看法 他说 聚则加矣 是吧 岂如三根不是打钟时 三根半夜的 不是打钟的时候 然后还有这个 下面一些文献 或一半夜非明钟之时 这个我就不说了 就有的人探讨 就是 证明他是有钟的 甚至去 实地去 看探 就是寒山寺 跟一般寺不同 他就是半夜敲钟 很多人去考证这个问题 考虑最后 结果还有人 又回到我们的文本阅读了 就他就说 大家看 看这首诗 即使是 这个钟声 我们不去考证 他属于寒山寺的特例 还是什么惯例 是唐人的惯例 还是宋人的惯例 不管 很多人去考证 不管 我们就就诗问诗 现在可以去得到一种解释 就这个夜半钟声 是一种感觉上的时间 不是真实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开始 你说得很清楚 月落屋提 霜满天 霜一定是清晨 那么清晨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说半夜 夜半钟声道客船 因为他睡不着 睡不着 就是其实天已经快亮了 但是他感觉还在夜里 这是一种感觉上的时间 这样一节 其实就是把历史和文学 能够沟通起来 我们既能够从历史角度去看 探讨这个夜半钟 是真是假 也可以去从文学角度去弥合 就是你不管是真是假 我都可以讲得通 所以这是一个 最后这个例子就说明 我们最终还是得回到文本系读 这是三种方法 缺一不可 文本系读 隐身对比 加上事实护正 三个层面去确定一个是的 它的真实的意思 它背后的背景 它的历史价值 文学价值 这就是我这个 这课的最开始要说的三种方法 那么下节课呢 大家就要把书带来 把这个下节课 我们从诗经开始讲 关居已经讲过了 从那个 这个 鼓风开始讲 好 今天上到这 下课